嘿各位,在使用了兩個多月的Java Elite Active 65T 跟使用了一個多月的Zenheisen Momentum True Wireless之後呢 今天要來做一個大對決 那上一期呢,我已經就使用了65T的這個產品呢 做了一個使用心得,可以在這邊看一下 現在就直接進入我們的正題 首先呢,我們就技術規格做一個比較 在充電盒方面,65T充電盒的官方尺寸為72×51×26.5mm 而True Wireless則是78.6×45×35mm 但是通過肉眼的觀看呢,我覺得65T可能比這個數字還要更小一點 於是我用自己不科學的方式去量了一次 得出來的數據是60×40×26.5mm 那在重量方面呢,這兩個充電盒基本上差異不大 65T為67公克,而True Wireless則是69.8公克 那在充電接口的方式呢,65T使用的是非常保守的Micro USB 而Micro USB呢,現在正在慢慢的被市場淘汰 而True Wireless則是市面使用率最高的Type-C接口 那65T的充電盒可以額外為耳機提供10小時的電量 而True Wireless則為耳機額外提供了8小時的電量 65T的耳機跟充電盒需要兩個小時的時間可以充滿電 而True Wireless的耳機主體跟充電盒需要1.5小時充滿 那從這個數值來看呢,True Wireless的充電效率會比較高一點 那在耳機主體方面呢,65T的左耳為5.8公克,右耳為6.5公克 而True Wireless的左耳約為6公克,右耳約為7公克 為什麼右耳機會比左耳機會重一點呢? 因為現在市面上除了AirPods這種左右耳機可以獨立使用的真藍牙無線耳機呢 其他的真藍牙無線耳機基本上都是右耳機為主耳機,負責跟手機的連接 而左耳機則是通過跟右耳機的連接取得訊號 65T可以提供5小時的電量 而True Wireless則是可以提供4小時的電量 這兩款耳機都是使用藍牙5.0的連接方式 65T使用的是實體按鍵式 也就是有一個物理性質的回饋告訴你你正在處於操作的這個動作 而True Wireless則是觸控式的按鍵 那它的回饋方式呢則是聲音提示 在防塵防水級別呢65T可以達到IP56 而True Wireless則是防水級別IPX4 以下的這張表格可以清楚的告訴大家 數字代表的是什麼 那在支持協議方面呢 65T支持的是A2DP、ABRCP、PBAP協議 而True Wireless則是支持A2DP、ABRCP、HSP跟HFP 那這邊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幾個協議是什麼意思 A2DP呢這是一個Nokia時代的基礎 可能會更早一點 它是高級音頻傳送規格 允許傳輸立體聲音頻訊號 ABRCP是一個音視頻遠程操控規範 也就是利用耳機去操控你的手機 這也是現代耳機的基本功能 HSP則是代表耳機的基本功能 HFP則代表免體功能 PPAP呢全稱是Phonebook Access Profile 也就是電話號碼訪問協議 而在麥克風的靈敏度呢 麥克風靈敏度的表達方式有非常多種 那這邊為大家科普一下聲壓級 一般呢聲罰定義為0dB SPL 超過這個數值呢 閥門才能打開才聽得到聲音 痛罰定義為120dB SPL 人的耳朵會在這個時候感到疼痛 長時間在這種環境工作呢 會對聽力造成傷害 1part的聲壓相當於94dB聲壓級 也就是True Wireless的這個94dB SPL 這兩個數值呢 代表的是不同的表達單位 但是數值對我們使用者來說呢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那在這裡呢也不會講特別的多 大家有興趣呢可以去網上查一下 那對使用者來說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一個實際的效果 等一下我會說 65T呢是配備4個MVMS的麥克風 而True Wireless則是提供兩個MVMS 數字化麥克風 THD失真率方面呢 65T是找不到數據的 而True Wireless則是小於0.08% 但是比較這兩個數值 基本上是沒有多大的意義的 總斜波失真呢 在1%以內 基本上耳朵是沒有辦法分辨的 數值越小 音色越純淨 現在市面上的耳機失真率 通常保持在0.5以下 所以基本上呢 對比這個數據是沒有任何的意義了 在音頻編碼方式呢 True Wireless則是比65T 多支持APTX跟APTX Low Latency APTX是一個藍牙傳輸的無損格式 Low Latency則是低延遲技術 這邊為大家小科普一下 如果你的手機是支持APTX的 而且你的耳機也支持APTX 播放出來的自然是APTX格式 但同時你要記得你的歌曲也必須是無損的 才可以聽出APTX的這個格式的優勢 AAC格式呢 則是iPhone使用的格式 那這兩款真男牙無線耳機呢 都有支持可換出語音助手的功能 65T的售價是189.99 USD 而True Wireless則是299.98 USD 價格差了110美刀 那總的來說呢 就充電盒的外型 65T的材質是橡膠的 摸上去不會有那種塑膠的廉價感 而True Wireless則是真枝材質 有一種高大上的感覺 也算是對得起這個價格 而在充電盒的外型設計方面呢 True Wireless使用的是方體的設計 這樣子不利於放在你的口袋裡面 有一種突兀的感覺 而65T呢 則是使用的是一個扁扁的設計 這樣子呢你可以輕易的放進你的口袋裡面 就耳機主體的設計來說呢 我個人比較喜歡流線型的設計 而不喜歡對稱型的設計 65T有個突出式的麥克風設計 而這個麥克風呢 在你配戴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指向性的一個標準 麥克風會指向你嘴巴的位置 所以你在配戴的時候 不需要再調整它的位置 直接塞進去就可以 而True Wireless則是一個圓形的設計 所以你在配戴的時候 你在調整它的方向的話 會比較困難一點 而且它甚至還是一個圓台的設計 基本上呢 你要從這個充電盒取出來的時候 你必須要施加一個水平的力氣把它抬起來 那而且它還是一個磁吸式的設計 你可能在取出來的時候 有難度 而且圓台的設計呢 你在戴在耳朵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落客人的感覺 在配戴舒適度方面呢 65T可以更貼合我的耳朵 意味著耳塞跟我的耳朵裡面 沒有多餘的縫隙 這樣就可以避免外界的聲音 直接通過這個縫隙 進入到我的耳朵 True Wireless 左耳非常貼合我的耳朵 而右耳朵 不知道是我的耳朵有問題 還是True Wireless的設計有問題 就要經過多次的調整 才可以使得縫隙 完全被密封起來 這樣子的隔音效果就會比較差一點 在通話及環境音方面呢 65T使用的是 開放式音腔及四麥克風的設計 而True Wireless則是兩個麥克風 即只有一個音腔的設計 所以在環境音的收聽及通話的表現上呢 差距是非常明顯的 在音質表現方面呢 65T的人聲比較靠近中間 人聲的表現非常的突出 低音表現比較不佳 延伸度也不夠 因為是動圈的耳機 所以它的音場會比較小一點 這樣也直接導致它的低音的延伸性比較差一點 而且會使得低音跟中高音混在一起 這樣也使得中高音的細節處理不夠明亮 而True Wireless 因為它是7毫米的動圈設計 同樣是動圈設計 但是它的音場會比較寬一點 就可以使得中低高音非常的清晰 低音的延伸度非常的足 高音也非常的清脆明亮 講到音質呢 就必須講一下Apps的等化器 或者叫做均衡器 因為我個人非常喜歡搖滾樂 所以我一般都會把低音調得更突出一點 65T它的等化器的表現非常的不明顯 而True Wireless的均衡器就表現得非常的好 它可以非常明顯的聽到差距 而且也不會造成聲音的失真 所以在音質及等化器方面 True Wireless是大勝65T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的比較 對65T是非常的不公平的 因為True Wireless 畢竟是比65T貴了110美刀的價格 而且雖然65T在音質及等化器方面 被我批評了那麼多 但是剛剛說的都是跟True Wireless的比較 而如果你現在只入手了一副65T的耳機 基本上它是可以滿足你對音樂及通話的要求的 那接下來再講一下連接的問題 這兩台設備都是通過藍牙5.0跟手機連接的 所以在穩定性方面都表現得非常不錯 不過把耳機從充電盒取下來 帶到你的耳機的那一刻 True Wireless基本上是秒連接 而65T則帶到你的耳機 還要經過一兩秒的時間才可以完成連接 但是65T可以同時連接十台設備 同時有兩台設備是待機狀態 這樣可以省去很多切換設備的時間 而True Wireless則是同時只可以連接一台設備 這樣子呢你在切換設備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確保你上一台的設備已經把藍牙關閉 而且有時候連接有問題 你還必須要重新配對 講到重新配對呢 True Wireless的重新配對的方式 是同時觸碰兩隻耳機 想像一下你在大街上做出這個動作 是非常的愚蠢的 而65T則是只要在關機的狀態下 按住右邊的耳機就可以重新配對了 那左耳機跟右耳機的連接呢 65T的左耳機跟右耳機的斷訊 或被干擾的情況比較常發生 但是基本上這個被干擾的情況 通常會維持在一秒以內 除非你一直站在干擾員的旁邊 而True Wireless這種左耳機跟右耳機被干擾或斷訊的情況呢 就比較少發生 但是呢 True Wireless我使用了一個月 就有三次你的右耳機已經跟你的手機連接了 但是左耳機居然是沒有任何的聲音 不知道是煤電的原因呢 還是什麼其他的原因 我必須把兩隻耳機都放回耳機盒裡面 過一段時間再拿出來 重新配對 左耳機才會有反應 而65T完全沒有這種情況發生 另外呢 網路上常有人在講 True Wireless在待機兩三天就會有 電量完全消耗的這種情況 這種情況呢 是真的有發生的 我有一次發現 在把True Wireless放回充電盒之後呢 它沒有關機 而還是跟我的手機處於一個連接的狀態 而且我相信現在的智慧型手機那麼的方便 基本上你在常使用藍牙的狀態下 設備會一直常開 那True Wireless放回充電盒不能夠斷訊 這個狀況呢 就會對你的日常的工作及生活非常的困擾 而這種情況呢 在65T也從來不會有發生過 總體而言呢 考慮到這兩款耳機的價錢 音質、設計、佩戴等等元素之後呢 我覺得65T的性價比是更高的 因為你使用了真藍牙無線耳機 為了就是它的方便性 而且65T的音質表現上面其實也不差 除非你可以接受價格、設計及連接上面的問題的話 而且你又是一個非常追求音質的人 你就可以選擇True Wireless 在上一期的內容呢 我有講過我是一個Sentai Sire的忠實使用者 但是對這一款真藍牙無線耳機呢 總體來講我是失望的 雖然音質表現得非常的好 但是在其他的方面都是在中等水平 甚至是低於中等的水平 但是我還是非常期待Sentai Sire的下一代的真藍牙無線耳機的表現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